国庆长假第一天 全世界的媒体都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确诊新冠的新闻给强占了头条 受到这个消息的冲击 美股期值短线下挫 原油及黄金期货连续下跌 全球市场都产生了不小的波动 消息传出后 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元首和政要 都向患病的特朗普表示了慰问 而面对这样的超级黑天鹅事件 国内网上声音自觉分成了四个派别 第一种莆天同情派 特朗普患病消息出来后 吃瓜群众欢声雷动 网上感觉像过年一样热闹 他们要么祝贺特朗普终于夺冠 要么就是感谢特朗普失去的给祖国节日献礼 甚至还扯到了国运 反正说来说去 差不多意思就是恨不得董王立马倒地弃绝而亡 不过因为这类群众表达过于直接和热情 也被其他派别视责为无脑和无人性 他们处于骂与被骂的极端境地 第二种幽国幽民派 这个派别以公知和部分大V为代表 分泌在网上激扬 蚊子幽精冲冲 只要以他都这样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的句式 痛心疾首地批判第一种派别 他们引经据点 表示即便再痛恨某人 也不可失去人性 更不能陷入无脑的狂喜之中 此派别比较复杂 水分比较多 中间还夹杂若干道德流 技术流之类 互相也多看不起 第三种 阴谋派 此派别是第一种派别的高阶侦探版 个个有点困难的意思 他们主要就是质疑 董王此次换定时间 为何那么巧 不早不晚就在大选即将白热化阶段宣布 是不是要耍口肉计 是不是共和党早有预谋的下一盘大棋 该派别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和考据实力 迎合第一派别阵营的群众想法同时 也具有难得的质疑精神 第四种 逍遥派 此类人物属于该吃吃 该呵呵的闲散人群 有着天塌下来 还有隔壁老王顶着 帕克毛的超脱境界 对于特朗普誓死是活 民随意 该群体虽然不问时事 可属于人畜无害的类型 不多话 不惹事 唯一关心的就是兜里的钞票 老实说 从网上许多内容来看 大多数的吃瓜群众 还是以普天同庆派居多 很正常 人是情绪化动物 无论从大环境还是小道消息 国人得到多数印象 都是特朗普是个鸡贼 不靠谱 又对中国十分不友善的美国总统 撇开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谈 那些因为特朗普挥舞的贸易战大棒 而被迫关门的浙江外贸小业主 因为制裁而减薪 甚至失业的出口企业工人 他们不懂什么复杂的国家大事 他们唯一的出气筒就是特朗普 能不借此幸灾乐祸 大骂特骂吗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骂骂特朗普不仅仅是表示政治正确 更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 就像人们看影视剧 天然就希望分辨出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然后伙同朋友一起同情好人 怒斥坏人 得到自己情感上的抒发和功名 那些对普天同庆派 深恶痛极的公知大威 天生一副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化者模样 他们对世人充满恨铁不成钢的愤慨情绪 事实上 特朗普是死是活 和他们并无真正的利害关系 只是自诩知识分子的他们 必须时时刻刻表现出 世人皆罪我独行的优惯意识 而这类别更有情绪的人发生 凡是庆祝特朗普患病的 三观不合者一律拉黑 感觉恨不得将意见不合的人拖出来 垂一顿才解恨 其实大可不必 今天因为特朗普拉黑 明天可能又会因拜登再拉黑 几次下来 朋友也没剩几个了 虽然言辞早早不在乎朋友多少 可总共没剩几个人的朋友圈 在发帖给是看到 是不 再说形势如此极端 其实又和自己所抨击的普天同庆派 有啥区别 至于阴谋论派别 只能说怀疑的有道理 但尚无真凭实据 特朗普此次的患病消息 如此快速传出 确实比较蹊跷 首先是宣布时间过于迅速 几乎是第一时间 几个信息渠道就证实了 实在不符合如此突发的 重大政治事件 国际上通常都是想尽办法拖时间 都后续安排妥当了 再公布优称 其次是时间恰好在特朗普 刚刚与拜登电视辩论后 面对明显拉偏价的华莱士 特朗普虽然言辞犀利 可一对二难免感觉吃力 对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来说 公布老大患病的消息 可说是以退为进的妙招 一方面是要骂特朗普 鸡贼的拜登等竞争对手 不得不发出慰问 另一方面 总统换上新款的消息 也让众多选民拼添了不少同情心 给后面的大选 增添了戏剧化转变可能 而小道消息又透露 可能感染的现场内 共和党有多人又相继感染 民主党无一人感染 这个屎盆子 算是结结实实的扣在民主党的头上 由此盘点一圈后发现 特朗普除了无法正常参加 所擅长的公开演讲外 几乎没什么大的政治损失 想法 他患病的消息 反而使得很多摇摆州的悬眠 对其平添了一份同情 历史上 以此类苦情细 逆转局势的国际事件 确实必必皆是 远的不说 之前英国首相鲍里斯 换上新冠后 支持率大举攀升 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不过阴谋论虽然吸引人 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 必须讲证据 仅仅靠推断就说 董王是自导自言的苦肉计 有些牵强 也过于草率 回到特朗普患病的 这个现实情况来看 无论是他继续病情恶化 还是康复重返岗位 其实对我们而言 都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网上也出了一系列 围绕特朗普病情的沙盘推演 分析的思思入扣 如果特朗普病入膏肓 无法履职 根据总统继任法案 那么接下来就会由 副总统彭斯接任 如果彭斯也挂了 那么接着是 中议院院长佩洛西 参议院临时议长 查克·格雷斯利 国务卿蓬佩奥 以及各部长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道说道 首先是躺枪的拜登 虽然之前他的电视辩论 确实可圈可点 也在第一时间 对特朗普的病情表示慰问 还撤下一些攻击性的言论 可现在最恨特朗普的 恐怕就是这位老爷子了 腾处一世还那么近的距离 自己挺大的年纪 万一被感染 被董王拉了垫背 一切努力就前功尽弃 再看彭斯 作为特朗普的 有力助手和坚定的保守派代表 他还是会高举特朗普 和命打击中国的政策 继续给中方施压 甚至还可能以衰兵的名义 也将董王病毒感染事件祭出 进一步联合各方势力 围剿中国 即便是佩洛西接任 他虽然是民主党人 可综合拘前了他的种种反华表现 只怕许多做法相比特朗普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在后续的其他接任者 在面临特朗普因病去世 或其他病重的情况下 肯定不敢武力民意 落井下石 是必会将特朗普 抬升到殉国者的位置 只会同仇敌态 继续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 最后和网上大部分的推断一样 特朗普如果病予康复 对他可能是件因祸得福的事情 可对中国又是令人极其不安的事情 对特朗普来说 被用于筹发岗位 正好验证了他之前 对新冠病毒不屑一顾的态度 证明新冠确实没什么大不了 他推崇对消极抗疫的策略 是有效果的 同时特朗普不仅会为竞选团队 塑造成一个硬寒模样 还在他和拜登两位高龄竞选者之间 忽然又增添了有免疫力的必杀技 不得不说 依照美国的医疗科技 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挺过来的可能性极大 而挺过来的特朗普 不仅让身处新冠疫情恐惧下的美国民众 感到振奋和亲戒 他自己也只会再次将病毒源头的脏水 泼向中国 善于作修的特朗普一生 遭遇过各种危机 没有人比他更善于造势 将危机化解为自己的机遇 何况还有一支异常强悍的竞选队伍 在幕后为他出谋划策 不过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美国一家博彩公司在特朗普患病后 公布美国总统大选胜率概率的赔率 特朗普下滑11.6%至27.1% 而拜登已经上升4.6个百分点 至64.3% 希拉里 彭斯和哈里斯紧随其后 谁笑到最后还真不一定 此次特朗普患病 有些自媒体作者将其上升到国运的高度 按照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特朗普感染夺冠 重病不起或挂了 大选落败 民主党执政 美国对华政策友好 中美关系改善 这其实不仅仅是作者的臆想 更是对美国社会盲目认知的结果 从现在的国际局势看 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对当下的中美关系都没有直接的改观 许多人都认为 民主党是对华友好的党派 比如克林顿 奥巴马 还有现在的拜登 都曾有某些对华亲善的举动 而共和党是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是对华凶恶的极先锋 或许很多人都忘了 1972年改善对华关系的尼克苏 可是共和党人 就连很多人也不喜欢的小布什 虽然是共和党 可他在任的时候 通过中国加入WTO 因此说中国随后 真正有了20多年的国运 也不为过 而所谓关系还不错的克林顿 可是一边支持与中国的全面接触 一边又私下勾搭中国台湾地区的李登辉 引发了台海危机 就连看似忠厚的奥巴马 最早撇开中国搞什么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就是他 他们可是美国开始孤立中国 不断搞小动作的始作俑者 所以不能据此 就直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 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坏 在对华政策的实质上 两者都差不多 所谓的好和坏是相对的 也是两个党派各自政治利益的博弈结果 从本质上说 美国所有政治派别中 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中国威胁论 从上世纪的90年代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到2001年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美国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作真正的合作伙伴和朋友 而是一直提防的对手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 中国威胁论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坛淡化 反而有着更深刻的理论和应对之举 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对华的政策方针 都是从外围到核心逐步渗透 企图一步步瓦解中国 消除中国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 剑走偏锋的特朗普 只是做得更为明显和迫切 哪怕是很多人认为对华相对友好的拜登 这几个月为了大选 一系列反华牌已经打得比特朗普还熟练 更麻烦的是 最新民调显示 受到美国政客的鼓吹和轩然 特别是此次疫情的不断扩散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对中国完全是负面印象 从民主党一贯的态度来看 因为受底层民众和少数族裔支持 其所谓维护人权的意识形态 要比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还要强硬和固执 共和党执政时还能以中美贸易相互勾连 可化了民主党 在所谓遵从民意的基础上 只怕翻脸的速度比翻数更快 倒是我们由此 没来由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其实也大可不必 中国和美国之间 其实无论冷战还是热乎时期 彼此的争端从没断过 中国也从没屈服过 即便特朗普病与后将自己患病 再次作为攻击中国的口实 可目前的状况还能坏到哪里去 最坏的可能就是全面脱钩 经济上继续封锁中国 政治上不对伙同其他国家持续给中国添堵 这样的情况我们几十年前就经历过了 非但没有把中国打趴 反而促使中国人更有凝聚力 也更加团结 况且这几十年里 世界贸易已经不单纯 是进出口那么简单 相互见的贸易渗透 早就润无细无声 进入到了各个领域 简单的一句脱钩 就妄想让全球化的贸易体系重构 还真没那么简单 看看当前的美国局势 再看看美国历年来对外扩张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阿富汗 美国都累得直喘气 迫不及待想抽身而去 招着实力远超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中国 美国政客们没那么傻 况且特朗普此次患病的时间和地点 确实很蹊跷 虽然说之前分析病情公布 反而有很多有离特朗普的地方 可特朗普在电视选举前 忽然叫嚷着 即便输掉选举 也不可能和平交选 这可让有些人听着不舒服了 美国虽然是两党轮流执政 可背后一直都有着大资本财团影子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无论谁当选 按照剧本剧言 乖乖听话就好 本来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出乌龙事件 忍就忍了 可这位爷居然又在选情不明情况下 大肆叫嚣不愿意放选 这不是成仙捣乱吗 要知道一旦发生 特朗普输掉选举 又不愿意移交权力情况 那美国将会陷入大规模的混乱状态 甚至有可能爆发内阵 美国知名杂志 《大西洋月刊》11号的封面报道名为 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 对这次选举危机 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 如果美国真的崩溃 这将是躲在背后的那群资本大佬 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出的状况 因此 就算动员美国全部情报力量 去调查特朗普为何换逼 恐怕大概率最后还是一场罗生门事件 但是我们既不要无畏的起人忧天 更不要盲目乐观 特朗普才患病三天 就宣布康复出院 重返总统宝座 他后续不管是为大选 还是想借机寻仇 继续憋着坏 想祸害中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仍然要做好最坏准备 美国已在南海不断军演挑衅 甚至还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试探 就连曾经战火纷飞的巴尔干 中东等地也竭力在涡旋 所有讯息都显示 美国将会继续找中国麻烦 如果一定要问特朗普患病后的国际局势 到底会怎么样 那让我们看看号称 政治晴雨表的资本市场 这两天的变化颇难人寻味 当特朗普发推宣布自己确诊新冠病毒后 全球经济波动明显 美股气质短线下挫超过2% 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 从1880元飞速拉升到1918元 再看一天后 跳水的道琼斯期货居然又回窜了 收盘价紧跌0.22% 连黄金价格都又回落到1898元 结合前面说的美国博彩公司的赔率 大家自己评评 话说回来 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 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 祝愿每位病人早日康复 也同样祝愿特朗普总统早日康复 不管你出什么牌 中国人都会接着 兵来将党 水来土验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该干嘛干嘛 想骂特朗普照样可以骂 毕竟都是情绪的宣泄 一种共情行为而已 用不着做过多上纲上线的解读和道德绑架 特朗普不是被我们骂病的 也不会因为我们被骂而挂了 还是那句话 特朗普患病和这次美国大选 不管结果如何 天塌不下来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喜好而改变 我们已有的态度 更不会停下中国崛起和复兴的脚步